医冠局说有能力应付增加的病人 行政总裁高拔声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都批评有医护组织呼吁杯葛检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各司局长和行政会议成员在症种採养 对于医冠局员工阵线呼吁市民杯葛社区检测计策 林郑月娥逐点反驳强调有多重机制确保不会出错 如果发现阳性个案必须由卫生防护中心复核才会确诊 促请有关组织以专业为重 由于他们本身是医管局的医护员工 所以他们的说话多多少少令市民减少了他们的信心 希望员工阵线的各位人士听了我们今次再一次 不是第一次了再次的详细解释能够回头是岸 支持这次的计划 医管局主席范恒宁在望智形容检测过程有点愉快 又说社会对今次计划有不同意见 不少都源于误解和信任不够 强调加强社区检测 找出隐形患者都保障医务安全 希望鼓吹杯葛的工会三思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昇也批评员工阵线作为专业人员 不应该呼吁市民杯葛 但是就未有回应会不会有跟进行动 他又说当局一共有1800多张一二线的隔离病床 足够应付因为检测计划而增加的阳性个案 他说在亚博馆已经有900多张病床 亦都可以透过科技协助减少人手 无线电视记者黄线河报道